包括你像后场的很多判断球 为什么? 可能有的时候肌肉不用看就知道 因为你在中场准备退两步 你到哪儿其实都有数的 如果这个球过了你 基本上就应该出界了 我也是跟我们的一线队的教练 省队的教练 包括国家队像张宁 他现在自己做教练了 现在跟八九十年代的训练水平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于之前技术训练是最重要的 可能是认为我的技术体能是一个相对的辅助训练 而且那时候就讲究什么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 就是日本的女排的教练提出来的从男从严从实战 这个大运动量 但是大运动量其实对运动员的身体是伤害非常大的 破坏性的这种训练 现在当然技术还是同等之后 但是就是从体能方面来说更细了 通常都会有省队来说 至少都配有专门的体能教练 科学的训练队 包括仪器啊 恢复啊 像我们那会之前可能只有一个队一 就帮着你放松 可能受伤了 帮你按摩按摩 然后没有特别的系统 包括现在你看那种国家队啊 都是有这些心理咨询师啊 各方面 从生理到心理 对 像这些压力 像王世贤 我像一定 小女孩虽然昨天比赛出场的时候 已经是3比0赢了 但是他一定会想表现得好 但是这种压力 他一定需要一个渠道来释放 他必须有人来教他方法来调整 是的 好了 那这边呢 南双经过第一局呢 韩国呢还是21比16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看来第二局应该是也不成问题 毕竟韩国这两位比较年轻 从他们这个呐喊声中就能看出来 有求生的欲望 强烈的求生欲望 大连的这位朋友说 对不起 刚才电脑死机了 我的高远球的问题回答了吗 麻烦您再讲一遍啊 谢谢 麻烦您把问题再发一遍 谢谢 因为我这边刚刚也是网络的问题卡住了 这位朋友说 请问嘉宾哦 发球的时候向后引拍 中间稍作停留 扩弧一到两秒 再向前挥拍发球是否伪力 就稍作一下停留 两次有可能就是 只说哪子发球的时候是吗 那应该是就是你不能停留 期间太长就是有的 就是两次动作的位置 你不能就是假动作骗人 就是一个相对于流畅的一个动作 相对于一到两秒的话 一秒 两秒 一秒应该还好吧 两秒应该就不行了 对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个 真的就是停顿的环节 却能看得出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 其实你还是要靠你的手感 来实力 来做练习 对 怎么样把这球发来更新往 如果只是骗人的话 这个东西偷袭一下可以 你不能每个球都用 是 而且这个裁判的判法尺度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对 这也跟每个人 不同的比赛级别 可能判法 业余比赛可能判得就相对松一些 就没问题 又一次坐在了地上 这个动作我想想这个大腿的肌肉 很容易拉上 对不对 上马 现在柳迎新跟高成炫 我觉得他们现在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而不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 对方的节奏 我认为蓝跟锐奇的实力在他们两个组合当中是相对弱义奇的 失误也比较多 是一个判断上的事 克拉克如果他再连续做几个杀球上网的话 我估计他的体力会消耗得非常快 因为本身的这个吨位很足 背着一袋米在打球 对哦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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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子怎么了 这是判断是我 对 没有看见是什么意思 刚才为什么跑出去了 这个拍子都换回来了 为什么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一组球打的 如果 我认为韩国队 就应该按照这个站出来来打的话 克拉克很快就没有体力了 一定要把他调动开 让他在后场杀球 他杀到这三个的时候就已经跳不动了 基本上在那靠身体的量往下坠 咋将军度 我刚刚在干什么 他是去换拍子 还是去怎么着 没看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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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